其實我自己用過很多很多的品牌的這個瘦臉產品 當然我最推薦的還是柯蘭茨的3D特效傾出清華 然後呢 特別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一定要搭配他自己獨創的一套這個暗朵手法 就是這個提拉瘦臉暗朵手法 又提拉 又瘦臉 那麼麻煩嗎 不會不會 因為早晚只要一分鐘 只要一分鐘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我們必須的混了 其實這個手法呢 要說它的原理其實蠻 複雜的 但是我還是願意今天告訴大家它的原理 那這個原理呢 就是運用這個西方的這個淋巴引流素 哇 看起來好專業 對 聽起來很專業對不對 其實這個淋巴線呢 是在我們表皮層的這個下面的第二到第三層 有點像雞皮層 雞皮層這個位置 這邊就有很多的淋巴液 腐肌液 然後有到淋巴管 那這邊有很多淋巴管呢 我們假想像是這個樹的這個小樹枝 這個小樹枝呢 慢慢流流流汇聚成這個中樹枝 中樹枝再流流流汇聚成大樹枝 大樹枝就在這邊 在這邊就有一些淋巴結了 然後呢 大樹枝呢 一直流到下面就流到樹蓋了 流到樹蓋呢 然後最後這邊就有一個種淋巴結嘛 然後再透過我們的頸靜脈 把水排掉 所以是整個這個淋巴引流它的這個理論 所以這套呢 所謂的提拉瘦臉按摩手法呢 就是根據這樣的一個淋巴的走向 以及呢 適度的去按壓這樣的一個動作 來達到迅速瘦臉提拉的效果 哇 太棒了 趕快呢 請老師呢 來教我們一下 就是呢 我們的提拉瘦臉按摩手法 要怎麼樣來進行那些步驟喔 當然好 這個其實有五個步驟 但是我這邊還是要特別加強講一下 就是說 身為女人的悲哀 女性朋友呢 因為女性賀爾蒙的關係 對 女性賀爾蒙呢 我曾經聽過一句話 女人是什麼做的 水做的 這個水呢 如果表面的水很多很棒 對不對 就是很保濕嘛 但是呢 這個水都積在淋巴桓裡面棒棒 就是用肉肉臉 又是用這個浮腫臉 泡泡臉 板頭臉 什麼這個人都出現了 就出現提澡 鬆弛 老化的剩下都出現 因為這個淋巴藝呢 它是一種毒素 它沒有排掉的話呢 也會對你的身體健康 造成一些影響跟一些問題 那特別是女性呢 因為女性賀爾蒙的關係 所以呢 即使你很嚴格的控制你的作型 你很嚴格的晚上不吃宵夜 但是還是難保 一個月有那麼幾天 你的臉是腫的 那所以說 一定要努力的保養 就是天天搭配這個所謂的 提拉瘦臉按摩手法 那還要加上這個3D特效器 做一件好 但是就這樣說 我可以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